各位好 现在为各位介绍的是网路的概论 那我们知道伺服器最重要的就是 网路 没有网路什么都连不到 那在网路的这个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实体网路跟无线网路 那 无线网路的部分呢 各位知道有蓝牙 Archipro80 2.11 还有WiFi 这些都是我们很常见的一些设备 那除此之外电脑上面一定要有界面卡 网路界面卡 这个资料呢才可以透过网路界面进行传送 那我们 可以看出来它的英文名字叫NIC 各位可以看到这些设备 那旁边这个就是它的天线 除此之外呢 网路卡上面会有一个 Mac 那我们讲的Mac就是 网路卡上面的这个唯一识别码 全球唯一 那它最主要的 用意呢是用来这个 让 资料在传送的时候可以 连到正确的位置 那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Mac呢 它是由6个byte所组成的 然后呢它是用16进制所表示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看到的是这个 数字 还有英文字组合 那英文字的部分 从A开始到F 所以它是16进制的这个 表示法 那再来呢 有一个 协定呢 它专门转换IP跟Mac之间的一个差异 那我们称之为 位置解析通讯协定 ARP 各位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 既然有Mac为什么还要IP 那 Mac的部分呢 因为它是 随着网卡 所以它一出厂的时候呢 我 一家 这个网卡制造公司 我可能生产 上千万片 那再送出去之后呢 卖到哪里 你不知道 只知道它是唯一的位置 可是在 管理上面它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IP的部分呢 它可以 透过结构化的这种 有系统性的 阶层式的管理 让这个IP呢 可以 获得良好的管控 那也比较好 去了解到IP属于哪一个单位 哪一个组织 那Mac的话 比较没办法做到这一点 这是 比较特别的地方 所以它需要一个IP跟Mac之间的转换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网路线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 黄色的线头 这条 它是一个RJ45的线 那RJ45呢 它有八条线 八条铜线 那 像电话线这种比较小颗的 它只有四条线 我们称之为RJ11 那这是一种 RJ是一个工业标准 那 大家生产 网路街头呢 就要 按照这种 规格 来制作 好那网路线的部分呢 有CAT5跟CAT6 目前应该是以CAT6为主流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那我们要称之为超高速网路 然后这种线呢 各位看 外表看起来它是一条 其实里面有八条线 那八条线里面 两 两条线两条线呢 形成一组 然后 做旋转的动作 所以我们称之为双脚线 那这种线呢 我们称之为UTP的线 好那 这些线呢 比如说你有多台电脑的时候呢 你要集结好 然后呢 可以把资料往外传 所以有一个设备叫 HUB 不过因为现在的设备功能越来越强大 而且价格越来越便宜 所以呢 这个 HUB呢 现在比较少见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跳线 各位可以看一下底下这边 底下这边呢 有配线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 568A跟568B两种 好那如果呢 两边都是568A 那代表是一般的线 平行线 或者是两边 两边接头 线的两头都是用568B的接头 那这种呢 称之为平行线 如果一边A一边B呢 代表什么 跳线 那中间有一些线呢是会 对调的 称之为这个 跳线 那这样子的一个跳线作用呢 是在这个 连接两部电脑直接对接的时候 必须要做跳线的动作 好但是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一般来讲很少 会用得到 所以你单纯只是为了要做一个 两台主机的资料对抠的时候 而去做跳线 感觉有点浪费 所以你除非去买一个 叫做跳线接头 那你一样把平行线 接在这个跳线接头上 可以达到跳线的一个效果 那随着 这个技术的提升呢 现在很多网卡本身就可以去侦测 你虽然是两台对接 那你用的是平行线 它也自动把你 对调 进行跳线的动作 所以呢现在的线材基本上你不管 就是假设你有需要跳线的话你拿平行线照样还是可以 运作在现在的 比较新的设备上 是不需要再做 跳线的这个动作 好那另外一个是全双弓半双弓 那它 这个 八条线的这种网路线呢 一边传送一边接收 所以它可以 达到快速资料传送的一个目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表示法 在斜线的左边是input右边的是什么output 所以呢 读进来的是10个 Mbps per second 那上传呢output的输出是100Mbps Mbps 好所以这是它的 这个传输 各位看 这个你只要在买网路设备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它的 输入跟输出的 这个频宽 是一个购买产品的一个依据啦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好这边有 这个交换器 那水域群呢 前面看起来有很多灯号 这边有很多灯号 那后面呢它有很多接孔 好那这个接孔里面其中有一个孔呢 是连外面的 各位 可以想象 假设这边是8个port 8个孔可以接 那你有7台呢是接电脑 那7台接电脑之后其中一个呢 是接到墙壁的网路孔出去 所以这7台都可以上网 透过的是刚刚剩下的那一孔 去接墙壁之后把资料往外重 好这个叫 交换器 好那 路由器的部分呢 它可以 除了连结很多 机器之外 它还可以做到风包绕送的一个 路径的决定 所以是属于 这个 Layer3 那各位看到这边有Layer2 Layer3呢指的是 这个我们在网路通讯协定上 OSI 7层里面的 这两层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 那在网路的连线速度上面 比如说你看到DS0 就知道它的传输速度是64 kbps 那当然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1.54 Mbps 数字越大的代表它传送速度越快 也是它频宽越大的意思 好那这边还有其他的 那再来就是 iEEE 80 2.11a 可以到54 Mbps 每秒可以传送这么多 好那下载的速度呢在蓝牙的部分呢 723.2k bps 那上载的速度呢是57.64k bps 这是一个型号 那另外一个型号是双向都是一样的 就是433.9 这是它的对称传输 它有这两款 然后再来就是WiFi的部分 WiFi本来是一家公司 后来变成一个联盟 那它为了是要改善 这个 80 2.11的这个标准上面的这个 产品跟产品之间的互通性 所以 所形成的 那资料在传送之前呢 必须要把它切成一包一包的 我们称之为这个Packet 称之为 封包 然后呢 封包呢 再加上一些标头呢 做传送 好那这些封包呢 在你要传的资料上面 基本上 会先称之为这个资料包 叫做Datagram 然后它有很多位元所组成 然后切成很多小方块 因为你的资料有可能很大 那很大不可能一次做一个包裹 所以它要切成很多小包裹 那很多小包裹之后 每一个小包裹都会有一个什么 每一个封包都会有一个header 标头 那为什么要标头呢 因为我们的网路层有很多 level 那它每一个level都要加上一些标签 以确保 你在每一个层级所使用的技术跟规则是什么 还有它的 比较到低层的时候在网路绕送这一块 它要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这是它的一个标头所要做的事情 好那标头的部分呢 它除了看哪一层 它要标示的东西不一样 那网路 网路装置呢 透过读取标头来知道 封包的递送路径 以及是不是要接收 好那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 这是一个右边 是一个网路的架构 各位可以看出来 从底层的这个 很多ISP 结合上去 拿到一个 形成一个 区域的这个网络 然后再往上 再透过 NAP呢可以到另外一个网 网络去 所以这种叫跨网 就网季网路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ISP ISP指的是什么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就是网季网路服务提供商 也就是 我们知道的像 HINET 中华电信 对不对 还有 台湾大哥大 或者 CNET这些网路提供商 都称之为什么 ISP 好那连到网路上之后呢 首先呢你要连到自己的ISP 因为他要去 确认你有使用网路的权限 你上去之后呢 他会连接到骨干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backbone 骨干网路是比较平宽 比较大的 所以 各位其实可以把它想象成 你先到一家公司 确认你有这样的服务之后 你就从 这个一般道路 连到 高速公路 那连到高速公路之后 你就可以到 另外一个目的地的这个闸道下去 闸道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到你的目的地去 所以 骨干网路是 这个 网跟网之间在联系的一个 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传输网路 骨干网路跟骨干网路之间的连接 我们称之为NAP 网路接取点 好那如果说以电脑的这个网路的区域来看的话 分两个 一个是区网 同学应该也蛮常听到区网 区网就是在一栋大楼内或者是一个学校内 那大家彼此电脑资料互传 这种称之为区网 那它的好处是 速度比较快 为什么 因为 在同一个大楼里面或是 同一个 机关单位或是 学校的 范围内 大家用的线材 网路设备 都是非常的 一致 品质一致 所以呢它的速度会很快 然后呢这个 在解决问题上面比较快 那广义网路的部分呢是 传输距离比较远 比如说 城市跟城市之间 那再来就是 每个单位所使用的线材可能 不太一样 有的快有的慢 所以 就会形成所谓的瓶颈点 所以 你在区网内 也许你的速度很快可是当你 资料往外传的时候你会发现速度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的时候 很有可能是你资料出去到目的地这中间有一个部分呢 他的频宽是很小的所以就 塞在那边 行程网路连线呢 偏慢的情况 在我们网路使用上面呢 比较多的时候是用email ftp www等这些功能 这是广义网路的时候 好 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